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于昕老师 欢迎同学来到课堂上 那今天这堂课呢 是搭配我们出的 犯罪学 监狱学 监狱行刑法重要名词这本书 那课程开始之前 跟同学先分享一下一个得分小技巧 就是作答的时候啊 我们把重要名词和解释放进答案里面 作答的时候会比较得心应手 而且基本分数也非常容易可以拿到 那此外重要名词也是考课的基础 同学如果能够理解重要名词的话 在读其他书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我非常的建议同学要熟读重要名词 我们这本书是帮同学已经整理好的 所以同学读起来呢也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包包一本随时都可以翻一下 那于心老师今天这堂课是要来带领同学 就这些重要名词再进行一个重点化计 告诉同学什么是重点中的重点 帮助同学在考前的这几个月 可以更快速更方便地掌握考点 那也先预助同学高分上榜 这堂课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些内容老师会把它略过 同学在听完一个部分之后呢 可以自己休息一下伸展一下 那如果同学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去购买我们这本书 犯罪学监狱学监狱行刑法重要名词 好现在把笔准备好 我们开始吧 好第一部分就是犯罪学第三页 那这一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犯罪犯罪学犯罪行为偏差行为 这几个都要画起来 因为它是犯罪学非常重要的基础的名词解释 好翻过来 第五点刑事司法漏斗效应画起来 第七点犯罪的测量方法 分别是官方统计法 自成报告统计法 被害者调查统计法 再说一次 官方统计自成报告 被害者调查 好接下来看右边 第十一点和第十二点 犯罪黑数和犯罪灰数 同学要记得不要搞混 好第十三点 再犯预测或叫犯罪预测 这个画起来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犯罪学一直很智力的领域 然后第十四点 犯罪观点论 画起来分为一致观 冲突观和互动观 接下来看第七页 第十九点 古典犯罪学派 这个是犯罪学非常基础 基本的一个学派 那学派就是认为 人有自由意志 理性思考 虚乐必苦 还有自我利益导向 第21点在下面 特阻犯罪的三要素 分别是严厉性 迅速性 确定性 这三个非常重要哦 同学一定要记得 接下来第24点 实证犯罪学派 那它可以跟第28点的犯罪学三圣 一起看 犯罪学三圣 就是在讲实证犯罪学派的三个代表人物 龙布罗梭 费力 和加洛法罗 再翻过来 第10页 犯罪生物学派 第32点 心理分析学派 那心理分析这个 它的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 相信同学们应该都是很常听到 那它最主要的代表性的一些理论就是 梦的解析 然后在犯罪方面呢 就认为犯罪或偏差行为是人的本能 好 往下 第35点 八类犯罪人思考形态 那这个八个形态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想好 就是它的解释的方式 主要就是要融会贯通之后 再把字给记起来 好 往右 第13页 第36点 和第37点 可以一起看 是行为主义理论 那它主要呢 就是在讲 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 会造成有机体行为的增加 这个过程就称为增强或是补偿 所谓增强 就是第37点的增强作用 然后分为正面增强和反面增强 下面第38点 社会学习理论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讲到社会学习理论 就是一定要写到它的代表人物 Bendura 好 再来 第41点 紧张 紧张理论 那它的理论下面又分为三个次理论 无规范 古典紧张 一般紧张 同学们也要画起来 那其实考试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直接就一个重要的理论 然后让同学进行名词解释 还有优缺点的分析 所以建议同学在读的时候 脑中就要有一个大的理论 下面呢有几个次理论 要分清楚 那考试的时候写起来也会比较得心应手 接下来是第42点 负文化理论 下面呢就有五个次理论 文化冲突 下阶层文化中途 次级文化理论 差别机会理论 还有翻过来的 暴力富文化理论 再来看第48点 土耳干的社会乱迷理论 那它提出主要的观点就是 所谓社会乱迷是一种社会或团体无秩序的状态 那社会道德行为又分为团体对个人而言的规范 还有个人趋向团体的整合 第19 第19页 第49点 Merton 莫尔顿的社会结构与乱迷理论 那这边呢就不要跟刚刚的乱迷搞混 那莫尔顿的社会结构与乱迷理论 又称为古典紧张理论 这个理论的重要的名词就是文化目标和文化手段 这八个字 文化目标和文化手段只要写出来 这个就一定会有基本分数 还有下面的五种社会适应者 同学们也要记起来哦 接下来是20页 第50点 负面情绪状态 下面有四个点 同学们画起来 右边第51 第51点 文化冲突形态 大概看一下 第53点 犯罪负文化测针 同学们也要画起来 非公立 邪恶 负面 多样 及时享乐 还有团体自主 下面第54点 差别机会 网右第55点 社会学习理论 下面有三个次理论 差别接触理论 差别增强理论 还有中立化技术 或称漂浮理论 第56点 社会控制理论 那这个理论呢 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像是社会上为什么还是有 遵守法律 而没有从事犯罪行为的人 它是从人为什么会遵守法律 这个角度去进行犯罪的解释 那下面有三个次理论 社会疏理理论 意志理论 还有社会见理论 翻过来第57点 社会反应理论 又称为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呢 就是在说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 是如何透过和他人的互动而产生 第58点 差别接触理论的九大命题 同学们要自己看一下 往右看第60点 中立化技巧 这一题非常的重要 那它这下面的五个技巧 同学们一样要想过之后 再把它背起来 分别是责任的否定 损害的否定 被害者的否定 责备责难者 诉诸于较高权威人士 这边提醒一下 所谓诉诸较高权威人士 是指他们对他们自己团体里面的核心分子 进行忠诚的服从 而不是指对社会上的较高权威人士 好 接下来 翻过来 27页第65到68 附着奉献参与信仰 这四个就是赫世的四个社会见理论的四个社会见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四个点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背熟 有时候在活用体的时候呢 也可以利用到 像是附着是怎么样的附着 奉献是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为 可以达到奉献这个社会见的 效果 再说一次 附着奉献参与信仰 非常的重要哦 接下来 第29页 第75点 修复式正义 这个重要名词呢 从94年到107年 都有考出来 那他主要的目标就是指要希望社区回复 加害者回复 被害者回复 接下来往下 第77点 理性选择理论 他主张犯罪行为是一个人考虑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后 所做的选择 往右边 第80点 情境犯罪预防 可以和第81点 犯罪转移效应一起看 那所谓的情境犯罪预防 就是指针对特殊的犯罪类型 进行系统化永久化设计 操控环境 那他下面呢有增加犯罪阻力 增加犯罪风险 减少犯罪诱因 减少犯罪刺激 移除犯罪借口这几个方式 那你的情境犯罪预防 一旦成功了之后 就可能会产生犯罪转移的效应 所以建议同学这两个名词解释可以一起看 接下来第84点 一般威吓主义和第85点特殊威吓主义 同学可以连在一起了解 翻过来第34页第88点 慢性犯罪者 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 主要就是在说 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有6%的犯罪人 却犯了51.9%的犯罪案件 而这些犯罪人就称为慢性犯罪人 或称为核心犯罪人 往下第89点 一般化的犯罪理论 这个名词也非常的重要 从90年到104年都有考哦 那这个最主要的代表的观点就是 犯罪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低自我控制 因此一般化犯罪理论又称为自我控制理论 第90点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 从92年到106年都有陆续考出来 这个理论的重要的观点就是 转类点 指生命长期发展路线中 可以改变生命轨迹的事件 像是开始工作 结婚有了小孩 那或者是被判刑之后进入监狱 那因此是这样子的一些短暂的事件 却成为了人生的转类点 那下面也还有几个其他的观点 大家看一下 但主要就是在讲转类点 这三个字呢 在考到这个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写出来 第36页 我们看到名词整合理论 第49点 那所谓的名词整合呢 主要的做法就是表达出对行为者 他们的偏差行为或犯罪行为的不赞同 但是呢 又表达出对行为者的再接受 让他们了解并认知到自己的错误行为 翻过来38页 第99点 生活方式曝露理论 画起来 还有第100点 重复被害理论 好 接下来右边 环境犯罪学 还有经由环境规划设计预防犯罪 102和103点 也要画起来 接下来40页 第106点 日常活动理论 他从91年到101年都有陆续考出来 主要就是在说 非法活动的发生在时空上 是和我们日常活动的各项活动相配合 导致了直接接触的掠夺性犯罪 像是可能很多人会守在夜店的附近 然后就是如果有喝醉的人 就把它剪尸回去 这就会牵涉到日常活动理论 接下来往右 第107点 犯罪铁三角理论 画起来 理论的内涵包含了内环三角 场所 犯罪人及被害者 还有外环三角 监控者 管理者 操控者 那这几个点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同学们也要记清楚哦 好 再翻到42页 第110点 白领犯罪 从90年到102年都有陆续考出来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一下它的定义 然后 往右116点的随机杀人 那这个呢一直都是我们大众非常关注的议题 尤其是今年那个公事又拍了一部剧叫 我们与二的距离 那就觉得老师觉得呢 这个随机杀人呢 就非常有可能会考出来 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下 好 第44页 第122点 少年犯罪 少年犯罪的定义 就是18岁未满的人 所触犯的刑事法 以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犯罪行为 还有鱼饭的定义 同学们都要画起来哦 往下看到第123点 药物滥用 那药物滥用呢 其实就是指毒品的施用 往下第127点 犯罪预防 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犯罪预防模式 像是公共卫生预防 社区犯罪预防等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是第47页 第132点 社区性处育 这是近年来 我们矫正体系认真推动的处育方式 那包括 关户制度 假释 转向计划 兼外教育 兼外作业 反家探视 等处育计划 社区性处育呢 非常的重要 那它下面的各种措施与方式 同学们要回去 好好记清楚 好 那我们第一部分 大概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同学们 欢迎来回到课堂上 接下来呢 要帮大家做重点画记的是第二部分 监狱学 好 翻到第51页 监狱 这个就是监狱学非常基本的名词 大家要画起来 好 翻过来 第4点 刑事司法体系 是指警察 检查 法院 矫正 官户等部门 所组成的一个地规式的体系 接下来看到第53页 10和11点 机构性处域和非机构性处域 两者要画起来并且进行互相的比较 第12点 机构性犯罪的四大监狱之四大功能 这一点呢 非常的重要 阴暴 嚇阻 监禁 教化 好 再说一次 阴暴 嚇阻 监禁 教化 这四个点 同学一定要记得哦 接下来第15点 惩罚模式 第16点 缴制模式 第17点的正义模式 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 找证措施时的三个模式 的几个模式 还有后面的第18点 医疗模式 那其中第17点的正义模式 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讲到的 从92年到106年的陆续考出来 那缴制模式 正义模式呢 它的出现 就是缴制无效论的说法 那因此主张刑罚的目的 是要要求犯罪人 为其犯罪行为付出同等的代价 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常 算是我们一些基本措施的理论 基础理论 然后看到19、20、21 这些呢都是一些 我们缴制机构的场所 那了解一下这些场所 它们的功能 以及它们所收容的 收容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还有第56页的22、23 看守所、少年关务所也是一样 就是要看一下 接下来第24点 调查分类 89年到99年都有考出来 那是只将新收入狱服刑的受刑人 透过科学化的鉴别分析 然后施以不同层级的建户管理 以及处域计划 第25点 接收调查监狱制度 88年到99年都有陆续考出来 这个呢就是非常的重要 专门负责所有受刑人的新收调查分类等一连串的业务 往右 第26点 累进处域制度 一定要画起来哦 这个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第28点 假释 第29点 膳食制度 第30点 监狱作业 这几个呢 都是我们现在监狱里面 实行的制度 所以呢 考试的时候也非常的容易考出来 翻过来58页 第37点 独居监禁制度 那这近年来106年是有考的 所以建议同学要把它熟记 右边第38点和第39点 湘敬同学应该也不太陌生 就是宾州制和澳本制 两者的比较 然后还有我们的特色 同学们要记起来哦 翻过来第60页 第46点 监狱化 它从85年到106年都有考 所以看得出来它非常的重要 那它描述的就是 新收的受刑人 适应和同化于监狱的社会习惯 风俗行为法则 机构内文化的过程 那监狱文化形成的原因 就是下面第47点 剥夺模式 48点 输入模式 49点 顺从模式 这三个模式 那这三个模式也非常的长考 同学们把它画起来 同学们把它画起来 接下来看到右边 第53点 借户事故 第54点 脱逃 第55点 监狱暴行 借户事故呢 也是近年来非常常出现的考点 那包含脱逃 自杀 暴行 扰乱秩序等 尤其脱逃 近年总共 考了五次哦 好 翻过来 第62页 第58点 和第59点 累范和再范 他们的定义 大家要记清楚 那累范呢 从87年到105年都有考 可见得他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现在的矫正制度 累范或再范率 其实不低 那这个呢 就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考题中 好 接下来往下 第60点的 毒品法庭 还起诉制度 主要是在说 就其中 照具治疗价值的 毒品出犯者 经过检察官和被告律师 商讨同意后 建议暂缓进行 有条件的认罪程序 好 往右边看 是一些毒品药饮的减害计划 然后 还有清洁针具计划 那其中呢 以替代疗法 第64点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呢 也算是台湾的一种 特色的 毒品绞制方式 接下来第66点 强制工作 翻过来64页 第67点到第70点 转向 除罪化 非机构化 试法程序 是当前少年犯罪 矫正的四个动向 再说一次 转向 除罪化 非机构化 试法程序 是当前少年犯罪 矫正的四大动向 右边 第77点 社区处狱 是指法官对于 轻度的犯罪 轻刑的犯罪人 给予非机构性的处遇 让他们在社区中服刑 让他们尽早复归社会 那翻过来 66页 第79点 中间性制裁措施 包含有密集的光复 居家监禁 电子监控 战斗营 那这些在89到93点都有写 同学们要大概看一下 接下来到68页 第94点的拥挤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 监狱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如何解决拥挤 它的措施呢 分别是第95点 96点 97点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看 分别是选择性监禁 前门转换 后门转换 接下来 接下来右边 69页 98点 民营监狱 这个呢 近年来有考出来一次 所以同学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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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点 100点 还有101点 都是我们现行的形式政策 两极化形式政策 重型化形式政策 还有三政出局法案 那现在呢 尤其三政出局法案呢 有一些争议 那所以同学对于这三个形式政策 都要画起来 并且熟记 好的 我们第二部分 速度比较快哦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同学们可以起来走一走 好 同学们欢迎回到课堂上 接下来讲的是第三部分的监狱行刑法 那在话记之前呢 跟同学分享一下 监狱行刑法考题呢 通常可能会就法条的规定 还有它实际实施的状况 进行题目的命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 老师后面有写到的 例年法条考出来的次数 然后多加背诵 答题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法条整个写上去 这样子的话 基本分数就非常容易拿到哦 好 接下来看 第七十三页 二三四点 受行人 改悔上上 还有 适于社会生活 这几个一定要画起来 也是我们监狱行刑法 非常基础的 名词解释 那像改悔上上 就使其有悔悟的情节 更生的意愿 无再犯的可能 无社会的反感 视于社会生活呢 则是有家庭支持帮助 有适当的职业 或有谋生技能 有固定的住所和居所等等 接下来 七十四页 下面 第五点 监狱的重要名词解释 画起来 还有第七点 分别监禁 右边 第八点 少年找证机构 画起来 第九点 言为分界 那这边老师提醒一下 言为分界 分别监禁 这些看起来 还蛮类似的几个重要名词呢 老师后面呢 都有分别写到 那同学们要 搞清楚 它和其他分界 或是其他监禁方式的差别 接下来 七十六页 第十点 寻查 第十二点 考核 画起来 然后往下 监狱行刑法第六条 哇 从它下面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法条 考出来的几率非常高哦 所以呢 同学在被 名词解释的时候 也要了解 它整个 执行申诉的过程 好 右边 第十四点 申诉 第十六点 视察 人员 画起来 翻过来 第七十八页 下面 第十八点 判决书 指挥执行书 指纹 及其他 应被文件 这几个呢 同学们要了解 下面 我还有分别 做一些名词解释 那主要的里面 像判决书的内容 有哪些 指挥执行书的内容 又有哪些 同学们 就要了解一下 再来翻过来 第八十页 第十条 主要是 蝎子入肩的规定 还有子女满三个月后 不得继续待于监狱 这一条法条 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要背起来哦 接下来右边 八十一页 第二十五点 入肩的定义 指借题还肩 出庭还肩 移肩入肩 反家探室反肩 窃户外衣反肩 及肩外作业反肩时 等等的时候 这边要记起来 好 翻过来 第八十三页 第十四条 法条主要是在讲 个别处于制度 和适用情况 和他们的定义 下面 第二十九点 独居监禁 又称为宾州制 画起来 第三十点 杂居监禁 画起来 第三十一点 分类监禁 要画起来 那总共呢 分类监禁分为五种 分别是 言为分界 分别监禁 分界监禁 分界收容 分区管教 老师再念一次 言为分界 分别监禁 分界监禁 分界收容 分区管教 那后面的法条呢 就会就这一些 个别处于的制度 进行解释 好 翻过来 八十四页 下面第三十三点 恶性重大 画起来 第三十四点 显有影响他人之余 就是指 他的行为和性格 对其他受刑人 有负面作用的疑虑的时候 右边 第三十八点 分别监禁 指针对不同的 类型的受刑人 把他们分别监禁于 不同的监房 工厂 或指定的监狱 第三十九点 分界监禁 指在同一监狱中 与一般受刑人 划分界限 另乘一区的监房和工厂 进行分区管理 这一点也要画起来 接下来翻过来 第四十一点 处狱 犯指监狱或矫正当局 对于个案 所谓的各项处狱措施 包含调查分类 监禁制度 介护管理 教化作业 卫生及养 医疗保健 等等 所以处狱呢 这个词 我们在读监狱行刑法 监狱学的时候 是非常常用到的 第四十二点 累进处狱方法 也就是累进处狱制度 画起来 右边 第四十三点 和缓处狱 那是指考量到身心状况 不适合一般累进处狱 的受狱的受狱人 可以视其身心状况 给予宽和缓境的处狱 那累进处狱跟和缓处狱 都是我们现在 矫正机构里面非常常用到的 制度 翻过来八十八页 下面第四十四点 借护 就是指警戒监视保护的意思 下面第四十六点 借据 借据呢 就是基于维护纪律 防止灾害发生 使用于受刑人身上 来保护受刑人的器具 那借据呢 分别有 角疗 手固 连锁 补绳 这四种 那这四种的 使用方法等等之类的 同学呢 也要看清楚 往下 第二十三条法条 就是借据的使用时机 下面第五十二点 紧急 那所谓的紧急呢 就是指可能发生 脱逃 自杀 暴刑 或其他扰乱秩序的 高度危险性行为的时候 第五十三条 五十三点 监狱长官 要画起来 监狱长官呢 就是应该是指借护科长 但是如果科长不在监的时候 则是当日的督情人员 或职日官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监狱刑刑法呢 主要就是考他们实际在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 的状态 好 往下 九十页 第五十五点 为强暴或僵尸强暴之 他定义呢 同学要看清楚 是指对于他人身体以施暴力 和未施暴力 但是有施暴的脅迫行为发生时 而非使用警械无法防治而言 接下来再翻过来 九十二页 第五十九点 重大事故 所谓的重大事故 又依监狱刑刑法的 第三十五 细则 第三十五条规定 下面 同学呢 要记清楚 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要你列出来 所谓的重大事故是什么 好 再过来 第九十五页 下面 第六十二点 和第六十三点 兼外作业 和仕童作业 这些呢 都是作业的一种 那 他们的差别 同学要看懂 所以要画起来 第九十六页 那 这里就写到 第六十四点 作业的种类 就是兼内作业 兼外作业 和仕童作业三种 那 这三种的差别呢 同学要记熟哦 接下来 往右边 第七十点 劳作金 就是 受刑人在进行作业时 不论从事的作业是否盈亏 监狱会支付相当的劳动薪酬 给予受刑人 那 看到 翻过来 九十八页 第三十三条 就有讲到 作业收入是该如何使用 往下 第七十一点 犯罪被害人补偿法 同学要知道 有这个法律的存在 好 再来看到 第九十九页 第七十五点 第七十五点 第七十六点 是比较难理解的 所以同学要多看几次 像作业藤鱼 就是将作业收入 减去作业支出 再减去劳作金后剩下的钱 还有第七十六点的 作业基金 那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使 矫正机关的收容人 学习谋生技能 因此特别设立的作业基金 好 翻过来 第一百一十页 下面 第八十点 个别之教会 第八十二点 教化 八十三点 集体教会 八十四点 类别教会 八十五点 初级教育 八十六点 高级教育 八十七点 补习教育 这几个呢 都要画起来 原因是因为呢 他很容易会考 集体教会和 类别教会之间的差别 还有初级 高级 补习教育 他们 分别的 适用的方式 然后以及 你要如何进入 怎么分类 你是进入初级 还是高级 还是补习 补习教育 所以这几点呢 同学不要搞混了 好 接下来翻过来 第三十九条的法 监狱行刑法 主要呢 就是在讲教化内容 那同学们要看一下 接下来到一百零四页 法条第四十六条稍微注意一下 再翻过来到一百零六页 看到第九十九点 看护 那所谓的看护呢 是指照顾照料患病受刑人 知适同作业之受刑人 也就是说看护是适同作业的其中一种作业方式 往下 第一百点 分界 是指并肩上去其他厂社在空间上做完全的区隔 不可以相接 右边第一百零三点 自肺炎一 同学们要特别看一下 啊 还有这边 第一百零一点 分界收容 同学们也要画起来 翻过来 第一百零九页 第一百零七点 强制营养 那这个法条呢 也非常的长考 强制营养呢 是指 施以注射维他命或葡萄糖药剂 多以打点滴或灌食的方式实施 翻到一百一一十一页 第六十三条 这条法条呢 主要是在讲 接见的制度 那每星期一次 接见的时间 以三十分钟为限 这些实际在实施 某些监狱制度的法条 同学们都要特别注意哦 再次看 好,直接翻到114页 第126点 末入是指行政机关 剥夺了违反义务者之物的所有权 好,再过来看到117页 第138点 停止接见一次至三次 那它实际的实行方法呢 实物上呢是以周计算的 好,下面第139点 强制劳动 是指监狱长官命受刑人 在正常时间之外 从事一些劳务杂项的工作 那最多5天 而且每天以2个小时为限 第140点 停止购买物品 指剥夺受刑人物质上享受为原则 那后面有写到 原本受刑人每日均有200元 可以购买日常用品 但如果违反监狱规定的话 就没有办法适用此权利 但时间上呢也以 两周为限 翻过来118页 翻过来118页 第141点 减少劳作金 第142点 停止户外活动 都要画起来 那停止户外活动 它的实际 措施 同学们也要记清楚哦 接下来119页 第147点 显著之改悔形状 画起来 什么样子是显著的改悔形状呢 像是接受厂社主管的观察考核 然后没有与同学有争吵冲突 积极主动协助同学及主管 处理一些生活事物 第148点 撤销 和第149点的中止 可以一起看 什么意思是撤销 什么意思是中止 而撤销跟中止之间呢 它们的差别又是什么 同学要了解一下 像中止是已经执行了 一段时间或者是执行了一半之后 因故不再执行 但撤销是指从头到尾都没有这项惩罚 接下来让我们看到121页 第153点的假释 那假释呢 也是我们矫正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是一种图形的执行制度 同学们把它画起来 翻过来122页 缩行制度又称膳食制度 也非常的重要 下面第157点 保护管束 又称为关护 第158点 撤销假释 和第159点的撤回假释 两个呢要一起看 一样同学要了解一下 所谓撤销假释 跟撤回假释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好 接下来 我们快结束了 第125页 第166点 保护 那它分为直接保护 间接保护 和战时保护 那所谓直接间接战时 保护它们的方式分别 这里呢 老师都有列出来 所以同学呢 要把它记起来哦 好 接下来第168点 资送回击 指资助出狱的受刑人 回到住所地 或是户籍地 的旅费 及膳食费 接下来第170点的 释放者 分为 骑满释放 假释释放 以及赦免释放 这三种身份 好 那我们这本书 老师呢 已经带同学 进行了话记 那告诉同学呢 什么是重点中的重点 当然老师还是建议同学 对于所有的重要名词呢 都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写的时候呢 也能够更得心一手 然后如果看到一些题目啊 你们不太知道怎么回答 反正就先把重要名词 还有它的解释都先写上去 至少都会拿到基本分数 好 那我们这堂课就结束了 也辛苦同学 那相信同学 只要熟读我们犯罪学 监狱学 监狱行刑法 那可能还有你们的 其他考科的重要名词 对考试的帮助呢 一定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同学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去购买我们这本书 犯罪学 监狱学 监狱行刑法 重要名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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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